为了将台湾网球推上世界舞台 台速网球燃心计划正式展开了 台速关系企业投入千万赞助 要打造台湾网谈的明日之星 记者会上王介福等八名台速之星正式亮相 国内的网球好手也送上了祝福 对我们青少年来说 刚转入职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非常感谢他们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在网球这条路上 继续努力下去 短期目标就是希望先可以拿到第一分 然后冲到排名200名以内 对台湾选手来说 因为青少年的时候 他们可能很难可以出去比赛 然后就是也会让他们知道说 职业赛的程度到底在哪里 然后能让他们进步这样 此外7月3日开始将有连两战的 台速杯国际男子职业网球锦标赛 是国内睽違依旧的男子职业赛事 选手们可以省下不少经费 在台湾就能争取职业的积分 是国内督庆网球一年